诗篇九十篇,第一节到十七节,诗篇九十篇,第一节,第一节,第二节,诸篇九十篇第一节,第二节,诸篇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更古到永远,你是神,第三节, 你使人跪成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第四节,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耕,第五节,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第六节,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第六节,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慌,第八节, 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第九节,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岁月好像一声叹息,第十节,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的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十一节, 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十二节,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教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十三节, 神啊,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十四节,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教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十五节, 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十六节,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十七节,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阿们, 这是神人摩西的祷告,这篇祷告的内容相当好,非常合乎神的旨意,我们相信一定能够蒙神的悦纳, 神最喜欢垂听的,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说,在我们信仰上,是很有帮助的, 这个内容归纳起来大概有七件, 的摩西向神的祈求, 是什么摩西向神的祈求, 我们已经谈过三件, 第一件是得着智慧的心, 因为信仰是一种旅程, 第二件是求神转回后回, 因为信仰是神跟人的一种关系, 第三件是求神让我们保得他的慈爱, 因为信仰是一种享受, 今天晚上我们继续来谈第四件, 求神让我们在受苦当中有喜乐, 这是在记载在第十五节, 九十篇的第十五节, 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 和我们遭难的年岁, 叫我们喜乐, 因为信仰是一种超练, 有关这个问题, 我们想分一般性跟特殊性来说明, 从一般性来说, 受苦是可以解决的, 这是指我们信主之前, 我们要分两点来说明, 第一个是人生就好像苦海, 第二个,但是有神就有喜乐, 第二个是, 如果有神就有喜乐, 再来谈特殊性, 这是指着我们信主以后, 为什么受苦中会有喜乐呢? 因为受苦是可以解释的, 我们要分三个方面来说, 第一个是被管教的时候, 第二个是遭患难的时候, 第三个是受被迫的时候, 首先我们来谈谈一般性, 受苦是可以解决的, 没有错, 我们常常说人生就好像苦海, 就好像诗篇九十篇第十节所说的, 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 强壮的可以到八十岁, 但是这其中所能够夸口的是什么呢? 想一想, 只不过是劳苦, 愁烦, 转眼成空, 只是悲苦, 有很多问题, 都在外面, 劳苦是指着我们肉体上的, 全悲苦是指着我们的肉体上的, 愁烦是指着我们的心灵上的, 全悲苦是指着我们人生的结果, 所以人生是苦, 所以人生是苦, 老也苦, 更更苦, 死也有其苦, 那为什么人生会这样呢? 最主要是因为人犯了罪, 请看创世纪, 请看创世纪第三章, 创世纪第三章十六节, 创世纪三章十六节, 三章十六节, 又对女人说, 我必多多加征你怀胎的苦楚, 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 你必恋慕你丈夫, 你丈夫必管辖你十七节, 又对女人说, 你既听从妻子的话, 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 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 你必终身劳苦, 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十八节, 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吉利来, 你也要吃田间的菜书,十九节, 你必汗流满面才的虎口, 直到你归了土, 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 你本是尘土, 能要归于尘土, 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 他们就受到神的咒诅, 然后就受到神的咒诅, 不只是女人生残要多受痛苦, 男人也必须要终身劳苦, 才能够虎口, 而最后人从土而出, 然后最后回到土那边去了, 所以这个咒诅让我们发现, 是苦上还要加苦的, 真的就好像圣经所说, 是坐在死因的忧不当中, 没有盼望, 更没有喜乐, 那怎么办呢? 感谢神, 有神就有喜乐, 我们请看路加福音第一章, 路加福音第一章, 七十七节, 路加福音第一章, 请看七十七节, 一章七十七节, 叫祂的百姓因罪得赦, 就知道救恩七十八节, 因我们神怜悯的心长, 叫清晨的日光, 从高天临到我们七十九节, 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因里的人, 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了, 这种事情靠人是没有办法的, 唯有靠神才有办法, 尤其必须要依靠神的救恩, 也就是主耶稣十字架的受死, 这里说主耶稣的救恩, 要好像晨光一样, 他要从高天临到, 要照亮黑暗里头死因里头的人, 这就好像一道曙光出现在黑暗当中, 让我们在毫无盼望里头, 有了一线的希望, 靠着主耶稣的救恩, 让我们的罪得到赦, 这样我们才有办法脱离咒诅, 我们才能够得享平安, 如此我们才有喜乐, 我们用人生的三件钥匙来做例子说明, 真的我们今天信主, 在生活上会有很大的改变, 在传道书里面, 人生最重要的三件钥匙, 第一个是吃喝, 当我们信主以后,吃喝就不一样了, 我们看传道书, 我们看传道书第五章, 第五章, 第五章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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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且他终生在黑暗中吃喝, 多有烦恼又有病患呕气, 十八节 我所见为善为美的, 就是人在神, 赐他一生的日子吃喝, 享受日光之下, 劳碌得来的好处, 因为这是他的份, 十九节 神是人之才丰富, 使他能以吃用, 能取自己的份, 在他劳碌中喜乐, 这乃是神的恩赐, 二十节 他不多思念自己一生的年日, 因为神硬他的心, 使他喜乐, 当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 我们是在黑暗中吃喝, 那这种吃喝多有烦恼, 多有病患, 而且多有烦恼, 这种方法的饮, 有很多疾病, 很多疾病, 很多疾病, 肚子虽然吃饱了, 但是心灵非常空虚, 感谢主当我们信主就不一样了, 我们的吃喝, 从黑暗中, 进入光明当中, 我们的方法进入光明当中, 所以我们不再被食物所挟制了, 每一餐都存在感恩的心, 在享用神的恩典, 同时我们也不会因为彼此相恨来吃喝, 而是在彼此相爱的气氛里头来团契, 就好像圣经所说的, 吃素菜彼此相爱, 胜过吃肥牛彼此相恨, 这样我们就有喜的, 第二个, 从夫妻的生活来看, 请看传道书第九章, 传道书第九章的第九节, 传道书第九章九节, 传道书第九章九节, 9章第九节, 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 就是神赐你在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 当同你所爱的其快活度日, 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 劳碌的世上所得的份, 婚姻是神所设立的, 所以人的婚姻应该是神所祝福的, 只可惜我们看到 当人犯罪以后 夫妻结婚以后 有时候生活非常痛苦 所以常常说 夫妻结婚是相欠债 好像在还债一样 这是因为生活当中没有神 今天我们信主以后就不一样 因为夫妻同时走在主的道上 所以夫妻的生活 有了很大的改变 从彼此对立 变成两人是一体的 从存着理想 变成小的应该要互补 从一位的用战 求求对方变成牺牲自己 来帮助对方 这时候就感受到 夫妻的生活是多么的甜蜜 第三个 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来看 我们请看传道书第三章 传道书第三章 请看十二节 传道书三章十二节 三章第十二节 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生喜乐行善 当我们信主以后 在生活上也有很大的改变 生活的方向 还有我们的价值观念 会有很大的改变 什么改变呢 就是很喜欢做善事 过去我们的人生 就是一直的抓 抓本身是痛苦的 抓得太紧怕热死了 抓得不紧怕飞掉了 当我们信主以后就不一样了 我们发现人生最重要的 不是要抓 而是我们要懂得舍舍得 因为舍其实才是真正的得 所以我们的人生 不再自私自利 我们敢用一种同理心 去怜悯那些痛苦的人 我们更知道 人的快乐 不是单单自己快乐就好 而是要能够跟大家 一起来分享 这种快乐才是真正的 这所谓的独乐不如重乐 尤其我们更知道 最大的快乐 就是帮助别人 因为当我们伸出我们的手 去帮助他人的时候 我们的内心 同时就得到很大的滋润 所以生活因为有神 有喜乐 这是从一般性来说 当我们信主以后 有时候我们在生活里头 也会落入痛苦当中 当我们在受苦的时候 我们还是有喜乐的 但当我们在受苦的时候 也会有所谓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受苦是可以解释的 我们分三方面来说 我们分三方面来说 第一个 当我们被管教的时候 当我们被管教的时候 被神管教的时候 我们被管教的时候 我们被管教的时候 我们在看希伯来说 我们先看十二章的十一节 十二章第七节 我们先看十一节 先看十二章的十一节 十一节这里说 反管教的是当时不觉得快乐 反觉得愁苦 后来却为那经念过的人 结出平安的果子 就是义了 管教本身是痛苦的 因为既然是管教 一定是在我们身上 加上一些痛苦的事情 但是那只是暂时的 它是有目的的 那个最后的目的 就是希望我们能够 因为这样结出平安的果子来 那个果子就是义了 所以人落在神的管教底下的时候 固然我们是暂时受苦的 但是我们苦中还是有喜乐的 怎么喜乐呢 我们在观念上必须要有认知 第一个 这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 请看第七节 西伯雷书十二章的第七节 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 待你们如同待儿子 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 第八节 管教员是种子所供受的 你们若不受管教 就是狮子不是儿子 第一个 我们发现被神管教 那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 就好像父亲管教儿子 表示他是我的儿子 如果这个父亲不管教自己的儿子 那就等同已经放弃他 不要了 所以这里才说 管教是种子所供受的 大家都要受的 如果神不管我们 那表示我们是被放弃的师生子 那就更加可怜 所以固然神管教我们觉得很难过 但是当我们一想到 神还要我 证明我是神的儿女 那就喜乐了 第二个 这表示神仍然还爱我们 也就是表示我们还有希望 请看十二章的第五节 西伯来书十二章第五节 十二章第五节 你们又往南南劝你们 如同劝了儿子的话说 我儿 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 被他责备的时候 也不可灰心 第六节 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 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 这里有一句话很重要 主所爱的他必管教 这句话两个意思 这句话两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 主的管教是因着主的爱 就好像父母亲管教儿女 是因为爱他们 第二个 这表示主还爱我们 也表示我们还值得主来爱 否则的话 就是主耶稣要丢弃我们 所以想到这里就快乐起来 在管教当中感受到主的爱 为什么主耶稣还这样爱我 同时管教当中 也感受到 我还值得主耶稣的爱 这就是一件好事 第三个 这个管教 最后是为了让我们得到益处的 请看西方来书十二章的第九节 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九节 再者我们曾有生生的父管教我们 我们尚且敬重他 何况万灵的父 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 第十节 生生的父都是站随己一管教我们 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 是要我们得益处 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 父母亲管教儿女 有时候会有不当的地方 因为他们有时候会随着自己的意思 来管教儿女 所以有些管教 不但没有益处 反而会有反教 不过虽然这样 我们还是敬重我们的父亲 因为我们了解他毕竟是爱我们的 可是神是我们万灵的父亲 我们的天父不会站随己意在管教我们 不会这样的 神管教我们一定是让我们有益处的 只要我们顺服神的管教绝对不会白白受苦 那为了什么 为了让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 为了把我们不好的地方给切除 把我们不干净的地方洗干净 如果想到这里就会很快乐 这就是第一个 第二个 第二个 当我们信主以后 有时候我们还是会落在患难当中 在患难当中很痛苦 有的是生病 有的是意外 比如说昨天晚上 我们的职务人员去访问一个信徒 他的先生才四十三岁 车祸就去世了 他的先生是没有信徒 没有信徒 我们去看到他很伤心一直在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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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他说一直哭 刚好他儿子 昨天晚上刚刚回到中国大陆 回到阿根天 然后就是 以及他在中间房间 就抱着妈妈 状态 所以患难是相当痛苦 先看彼得前书 第一章 第一章 第六节 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六节 第一章第六节 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 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 在试炼当中是忧愁的 但是彼得长老告诉我们 在百般的试炼当中 我们还是可以大有喜乐的 为什么呢 三个理由 第一个 患难是为了试炼我们的信心 请继续看第七节 彼得前书一章七节 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炼 就比那被佛试炼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 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和尊贵 试炼是在试炼我们什么呢 最主要就是要试炼我们的信心 就好像用火在考验那个会坏的金子一样 我们都知道那个金子如果没有用火来把它炼 炼到最后成为经济那个金子没什么价值 所以虽然那个过程火的熬炼是痛苦的 但是那个结果是快乐的 因为要让它变成金金 今天我们的信心就好像这样 信心若不经过试炼是不会进步的 人的信心若不经过考验看不出来的 所以我们信主以后 这个信心的考验是必经的过程 因为只有这样我们的信心才会承扎 也只有这样我们的信心才能够像金金一样显得宝贵 想到这里我们就会快乐 因为它是有目的的 第二个 试炼其实是为了学习主的道理 先看诗篇 请看诗篇一百一十九篇 诗篇一百一十九篇 诗篇一百一十九篇 七十一节 我受苦是与我有益 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力 这里作诗的人有一个体验 他发现他受苦是有益处的 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就是要让他学习神的道理 没有错 今天圣经里面有很多神的道理 这些道理都需要让我们明白的 那么问题是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明白圣经里面所有的道理 当然我们要靠着祷告 祷告被圣灵充满 圣灵开启我们的心眼 我们就看得见 这是对的 但是圣经的道理不是只有这样明白的 圣经里面有一些道理是你在患难当中才能够体验出来 也就是说当我们在患难痛苦当中 你才能够体验到体会到 或者道理好像一个理论 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 可是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 圣经的道理一浮现你就感觉到 原来如此 这个就叫做真正明白神的道 所以学习主道有时候需要受苦 很多道理在享乐当中你体验不出来的 第三个 第三个 患难是要让我们成全完备的 也就是要让我们成全完备的 请看《雅客书》 圣经看《雅客书》 圣经看《雅客书》 我的弟兄们你们如果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 第三节 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 第四节 但忍耐也当成功 使你们成全完备 毫无缺陷 受患难最后一个目的就是让我们成全完备 毫无缺陷 这不只是单单指着我们的信心 这不只是单单指着我们的信心 这指着我们整个的灵性 经过患难的考验 让我们的灵性能够成全完备了 就好像一块白玉 一点瑕疵都没有 那怎么样才能够达到这样的地步 这个灵修的功夫最重要的就是忍耐 所以主耶稣说忍耐到底就必然得救 那到底怎么样我们才会学到忍耐 如果我们在平顺的时候你说你怎么忍耐忍耐什么 根本就不需要忍耐 所以你也学不到忍耐嘛 忍耐必须在患难试炼当中才可以学到 透过这样的学习 我们的灵性才能够达到成全完备的地步 这样看起来受患难也是有目的的 这种受苦也是可以解释的 所以我们了解它的目的 在患难当中就会有大喜乐 第三个 有时候来自于神的试炼 那另外有一种就是来自受到信仰上的逼迫 先看 Timoteo 看 Timoteo 看 Timoteo 三个 以及我在安提阿以歌念 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 我所忍受的是何等的逼迫 但从这一切苦难中 主都把我救出来了 十二节 不但如此 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前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 这是保罗自己的说明 保罗他自己在信仰上也受到很大的疲惑 保罗他自己在信仰上也受到很大的疲惑 保罗承认在疲惑当中这是一种苦难 保罗说这受疲惑绝不会快乐的 受疲惑绝不会快乐的 不管是在肉体上的信仰上 一定会遭很大的压力 从来自身体的压力 从来自身体的身体 你会觉得很痛苦 但是 Pablo說這也是有目的的 為的就是在基督裡面敬虔度日 Pablo說,凡立志在基督耶穌裡面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 Pablo說,反過來說,換句話說,就是如果我們想在耶穌裡面敬虔度日,我們就要一個覺悟,我們必須要受逼迫 在祈福當中,我們在學會,也才能證明,我們的確是在基督裡敬虔度日的人 因此我們看到古聖徒,一直到使徒時代,很多信徒都遭受逼迫的 雖然地被報是痛苦的,可是在地基督裡仍然會有死的 為什麽?第一個第一個 請看《使徒新傳第五章》 读徒新傳第五章 《使徒新傳第五章》 《歷徒新傳第五章》 《非徒新傳第五章》 《五章41》 他們離開公會心裡歡喜 因被算為這名受入的 我們看到 当年使徒受到很大的被迫 他们被抓到公会 被恐怖 被威胁 被变大 可是圣经说 当他们离开公会 心里患起 但在书里面说 当他们离开公会 他们不愿意 被打是痛苦的 为什么还会患起 圣经说 因为他们觉得 算是被被证明受过 这表示能够为主受苦 这是一个荣耀 这不是我们想为主耶稣受被迫 你就会受到被迫的 这表示我们有资格 来为主耶稣受苦 也表示我们将会是主所重要的人 第二个 我们请看彼得前书 彼得前书第二章 二十一节 彼得前书二章的二十一节 二章二十一节 你们蒙造原事为此 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 给你们留下榜样 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 主耶稣到世上来受过很多的苦 最后甚至于被钉上十字架上 是主耶稣犯罪吗 不是啊 主耶稣是为了达成神托付他的使命 所以他被迫 为什么主耶稣要受这么大的逼迫 在这里彼得掌拿告诉我们 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为了给我们留下榜样 让我们能够跟着他的脚步去说 所以受苦 其实是在证明我们是主的门徒 因为只有主的门徒才会学主的脚中 所以在受逼迫当中 你会觉得感谢主 这表示我是主耶稣的门徒 我正在学主耶稣的榜样 跟着他的脚中在走 第三个 请看马太福音 第五章 马太福音第五章 第十节 马太福音第五章的第十节 五章第十节 为一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十一节 人若因我辱骂你们 逼迫你们念到各样坏话 诽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 十二节 应当欢喜快乐 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 在你们以前的先知 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 受逼迫 其实是在为自己 勇得大福气的 所以说 在这边 唯一受逼迫的人有福气 受逼迫,受苦越多,賞賞越多。 为主耶稣,受逼迫,受苦越大,将来賞賞也越大。 为主耶稣,受逼迫,受苦越大,将来賞賞也越大。 为主耶稣,受屈辱更大,将来荣耀更大。 受逼迫,不会白受的。 其实是为自己,积纳更美好的赏赐在天上。 想到这里,就快了啦。 所以信主以后,有时候也会受苦的。 但是不要忘记,受苦是可以解释的。 继续来看《Felips书》。 《Felips书》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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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章四节 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 我再说你们要喜乐 跳过去看第十节 第十节 我靠主大大的喜乐 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 如今又发生 你们向来就思念我 只是没得机会 再看十三节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十四节 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 原是没是 保罗写回的毕竖 应该是在监牢里头 那是在痛受苦当中 但是我们看到 保罗是喜乐的 他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 为什么保罗能够喜乐 因为他知道 人生受苦是可以解决的 虽然人生像苦还一样 但是只要有神就有喜乐 但是如果有神就有喜乐 这个叫做超越的认知 这种超越的认知 让他的心态完全不一样 因此别人受苦 保罗受苦 非常喜乐 因为他感受到 这是一件好事 结果保罗真的靠着主耶稣 凡事都能做 这包括两方面来的无比的力量 第一个就是他超越的认知 他知道受苦是可以解决的 第二个 他从祷告得来上头来的能力 所以不管在什么情况底下 保罗都喜乐 那这种信仰就成功了 摩西的祷告里面的第四项 受苦中有喜乐 我们应该要追求 求神帮助我们 Que Dios nos补返 唱诗 cantemos 105首 105 5 5 6 6 7 7 7 8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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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